我們看這一體 這一體它說長度20公分的兩條彈簧AD 它的L0都是一樣 都是20公分 本來這兩條AD彈簧長度都一樣 那彈力長度 彈力長度都是2克重 每這個公分 就拉長一公分需要2克重 那現在呢 魚質量50克的甲 這甲的話 這是50克 這是50克 乙的話 這個是多少呢 乙的話是10克重 好,那麼現在它是說 上端懸掛 下端作用於平台之力為何 如這個圖所示 上端懸掛 下端作用於平台之力為何 它是問平台之力 它沒有問上面 它沒有問這裡 不過它為什麼還要問上端 那這裡是A 這裡是B 我們現在的話 我們現在來問平台給它的支撐力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因為它這個距離保持40公尺 那就是說 因為這個物體它有重量 所以它會往下掉 往下掉的話 它會拉長X1公分 拉長X 那因為它長度固定 它往下移動X的話 它就縮短X 也就是它會生長X 它縮短X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現在 把這個對象釘在這裡 這個物體 它現在受了幾個力 受了這個重力 還有什麼呢 還有那個 那個彈簧給它的拉力 就是說 彈簧給它拉力的話 是K X往上 那是什麼呢 它減掉 50克重 單位真是克重 往下 還有沒有 還有 它支撐它 因為它壓縮X 所以它會往這邊 反彈 這個也是 也是K X 因為它的生長量 等於它的壓縮量 那這個 這個等於0 好,再我們看這個 這個的話 是10 10克重 10克重的話 那它受到一個 增強力M 它減掉一個什麼呢 這10克重 10克重 10克重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彈簧壓縮的時候 它給它重力是往下 減掉到 K X 這個等於0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KX 是多少 2KX 等於50 所以這個KX 等於25 25 所以是35 單位是克重 所以這題 大家應該要詳細 1個 1個 3個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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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 1個 1個 2個